《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集的時事一丁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楊俊賢 在近年來不少示威或證明表達意見的活動中 市民和警方的衝突可以說是變得越來越激烈 而政府的高層已經多次在不同場合表示過 對於這些表達的手法 其實是非常非理性而且很激進 而且在認為他們非理性激進的時候 亦都為他們接受一個很大的負面標籤 所以今集我希望跟大家討論一下 究竟政府自己雖然是這樣提出這個理性的原則 但在政府施政的時候 它是不能夠落手到自己所提出的這個理性原則呢 我是對這件事表示非常之懷疑的 在最近補選方案一役裏面 政府提出這個方案的時候 亦都一如以往不同的其他的提出一樣 它都援引了不少外國的例子 譬如今次就用上了德國、波蘭 以至澳洲、塔斯曼尼亞等地方的議會 去表示即使在外國民主的國家裏面 其實一樣有用上了類似他們所提出的補選機制 第一件事當然是要大家留意的就是 外國譬如德國、波蘭等國家所用的這個補選機制 其實與香港政府所提出的那件事 是完全無言不同的 因為他們是用同一張名單去替補 而不是像政府那樣提出 由書那張名單去替補 但即使撇開一樣東西不論 就算外國的例子 與香港政府所提出的議案是完全一樣的 但事實上政府的這個做法 是否真的有力支撐到他所支持的計劃呢 馬學教授早兩星期 曾經在報章刊登過一篇文章 我認為內容講得非常精彩 希望我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馬學教授表示 其實現在政府用來支持他整個科案等等的理據 整個論述的結構 其實跟一個中學生在作文的時候 以至於答一份通識卷的時候 所給的答案是完全沒有分別的 政府的做法不外乎就是 提出一個他們提出的科案 然後再用盡所有方法 在世界各地不同地方尋找相關類似的制度 然後就用來支持他們這個科案是合理的 但事實上政府在做出類似的宣稱的時候 從來沒有真正說過 為什麼外國的制度是適合香港的呢 香港有什麼情況是適合行這個制度呢 會不會香港和外國的情況太不同 所以外國所用的制度根本不適合香港呢 政府等等這些需要理性類似的地方 其實全部都是膠白卷 他之後援引了不適合外國的國案 就可以防火支持自己的理據一樣 這樣聽起來 跟中學生作文是並無二致的 但反過來說 當一方面政府會支持這些科案的時候 雖然他會援引外國的例子 但當我們一般不停的市民很希望有的制度 可以引入香港的時候 政府如果不希望這些制度能夠成功引入香港 他就反而會用另一套邏輯 就是指出香港和外國國情不同 所以無論外國幾多國家使用類似的制度 香港都不適合的 最近的例子就包括了 在未實施之前的最低工資 或者全民退休保障機制 以至於我們一直增長很久的民主制度 政府在反對類似的制度引入香港的時候 往往指出 雖然很多外國國家都用類似的方法 但香港和外國的情況不同 所以於是就不適合香港 但其實他們從來沒有正式論述過 究竟香港和外國在哪一方面 究竟有如此大不同 使得一些在外國行之有效的機制 竟然不可以引入香港 由此可見 馬教授覺得非常精彩 就是政府需要 論上一些他想要的東西的時候 就會援引外國例子 但如果想反對一些外國的制度 進入香港的時候 就會用相反的方法 去說我們和我們外國的過程不同 既然是這樣 我們可以看到 究竟政府所謂的理性又在哪裏呢 其實相關的例子是並不少的 就以我們一直說了很久的民主制度為例 一直以來 香港政府都以香港並不適合推人民主為一個原因 而抗拒一直在外國很多國家 走得非常好的民主機制 成為香港人 產生我們的政治領袖的制度 但同時間 當香港政府想提出一些他們想要的政治制度的時候 又往往援引外國的例子 其實最荒謬的 不得不提的就是這個 由小圈子產生的這個功能組別制度 在不同的場合 政府已經多次表示過 他們覺得功能組別制度 其實是可以符合國際所謂的普選的原則 什麼意思呢 曾蔭權 甚至以美國 英國等等 我們覺得最一線的民主國家來比喻 說香港的功能組別制度 某意思上來說 其實與美國的參議院 英國的參議院是類同的 所以就容易證明 其實我們可以用一樣的制度 但事實上 如果各位工作者 稍有政治常識的時候 都可以做這個講法如何的荒謬 美國的參議院 雖然不是完全按照人口的比例 去劃分議席 但正正因為美國是不同的聯邦州制 州所組成的聯邦政府 因而他們希望可以保障不同州的利益 所以不希望一些小人口的州 會讓一些多人口的州 透過人口的數量上的差距 而可以在政治上剝削他們 因而才會在參議院的設計上 他們每個州棍都可以有兩個議席 而英國的上議院更加不同 雖然英國的上議院並不是民主中產生 但是有兩項目可以大家留意 第一 就是英國的政府 已經不停地嘗試改革上議院的制度 令它變得更加民主 第二 實際上英國的上議院是並無否決權 可以說是一個悲腳鴨的上議院 它最大的責任 只是可以拖延下議院所通過的議案 但是拖延了一段時間之後 如果下議院仍然要通過的話 他們是不能反對的 所以上議院可以說 只不過緩衝的機制 令到不會因為一些過分激烈的政治事件 而改變了下議院的決定 希望不會影響到做出一些魯莽的決定 影響到整個英國的前途 但是香港的功能準備制度 可以說是完全回言不同 香港的功能準備制度 第一 第一 與英國上議院不同 它是完全有 絕對否決權 是可以絕對否決到 由民選產生的 地區直選的議員 所投入的決定 另一方面 香港沒有類似美國的 不同地方政府的制度 就算有 我們都不明白 為何要保障的是一班 在香港本身獲得更多 經濟原則的 所謂功能組別的人 而不是各個不同地區的市民 由此可以看到 他登任權嘗試 以外國、美國、英國的上議院參議院 去類比香港的功能組別 是多麼荒謬 多麼可笑 但事實上 我們每年立書人 交這麼多錢 給這班高官作為他的俘錄 難道我們真的請了那班這樣的傭才 很明顯不是 事實上 我們都很難相信 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個案是多麼荒謬 是怕沒有理據 由此可以看到 其實政府的施政裏面 所謂施政的理性 政策的理性 根本並不重要 他們不停只不過為不同的政策 包裝了一個理性的外衣 可以玩一個唐衣的包裝 令我們吃下去好美一點 搭得舒服一點 但事實上 在這個包裝裏面 仍然是一個赤裸裸的政治野心 不同的政治目的 有的即是達到他們想要的東西 與整個施政的理性 可以說是並無關係 如果你由這個角度去切入 明白這個框架的時候 我們自然明白香港很多政治現象 為何等奇怪 如果大家有留意過立法會的會議 開會情況是怎樣 就可以發現很奇怪 政府的議員 從來不理會所有議員發表辯論的意見 即使反對派議員 很大原因就在於他們要提出的政策 根本並不是以理性作為理據 並沒有什麼合理原因 非如此不可 更重要的是他們只是想數舊票 可以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 所謂這個政策 是不是一個理性的施政 並不重要 因此我們也可以明白 為何他們根本就不屑 或者不能夠 或者沒有能力 與我們作出詳細辯論 坐在談談談發生什麼事 我並不是想提出 我並不是很千針以為 政治全部都是一些很理性的措施 可以由理性去決定 但我只是想自出 政府一直在批評 很多所謂非理性的反對派議的時候 其實它自己所做的政治工作 並無意志 希望各位市民在聽我的討論之後 可以明白到 政府所謂的理性施政 不外乎一個唐衣包裝 大家要留意的是 究竟他究竟想做什麼 他的政治目的是什麼 而事實上也很難怪 一直有香港的高官 經常都說 我們暫時未適合推行民主 因為即使我們給了那麼多俸禄 為高權責的各個政府高官 在事實上也都完全不講理性 一個完全不講道理的國家 或者一個地區 自然我認同他們 是暫時未有能力實行民主 但是這個並不是事實上是社會的正常 而是在於這群高官 是這樣凌辱這個制度 他這樣只要數夠票就過去的時候 自然我們不能夠說到所謂的政策理性 所以如果這群高官 是好像他們所謂這樣 有心推進香港民主法治的時候 我很想肯稱他們 希望下次施政的時候 盡量運用他們理性 而且敢於出來去論述他們政策的原因 也用理性去說服我們 為什麼他這樣而不是這樣 我想這樣才有助於香港的政治發展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iRead是甚麼理? iRead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Read